张凡他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师父 闭关修炼这么久 没想到短短十日 魔道竟然在我们永藏辈的情况 攻破数十家宗门师家 我们这些前辈无能 只能拜托玉帘小友你了 挺宗主这是什么话 我也是天云大陆众生之一 请挺宗主放心 不好 挺宗主你快看 其他三个方向也有魔道大军 看来魔道是想把我们一击而命 不知那位诗魂魔尊是否也来了 他肯定来了 我感知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不愧是天云渐县唯一的弟子 竟然能察觉到本座的存在 小小年纪就已经成现天资不凡了 小家伙 不如投降本座 这小女孩居然成像啊 哼 这个小家伙很不错 本座之后会再给你一次机会的 除了那个小女娃 其他人一个不留 出发 看来天云大陆魔道的确有些契合 诸位别忘了我们的计划 若是正道联军败了 帮他们打开南边缺口 让他们逃到南荒 那是自然 看来不是上张仙界的这家伙 帮助天云大陆的魔道 那又是哪个势力暗中插手了 不知玉莲小友能否扛住试魂魔尊 魔头 本小姐正好拿你神剑 这 这小女娃居然真的成仙了 而且还是剑仙 独错的势力 不过还伤不到本座 哼 没想到你居然也已经成魔 什么 这原魔尊居然已经成为与仙一样的魔 小家伙 那就让你坚持我真正的力量吧 人作若非被灵霄镇压孙后本人 小家伙 你岂能站在我的面前 师父 玉莲受伤了 对不起尹前辈 让你失望了 身为天云大陆正道亏手的老道 我更该愧疚才是 而且谁能想到 被镇压数万年的魔头 还能保留下这样的修为 现在整个天云大陆 我恐怕危在担心 等师父出关后 我的表现 会让他失望吧 明明已经成为仙怜 却还是无法独当你一面 不好 我都在汇聚整个天云大陆的气韵 他想要做什么 师父 你如此行为 欲为何事 你这时 不把我上张仙界放在眼里吗 哼 你可别忘了 是谁把你从灵霄先帝的封印下救出来 有帮你恢复伤势的 本座横侃系 张敏们小子的帮助 所以等我大事办成后 会亲自带人去上张仙界 感谢他的 哼 狂妄之徒 待我通知我师兄 看你如何面对他 哼 是魂 你做了什么 你居然将天云大陆和万界隔开 本座既然敢行此事 又岂会毫无准备 待我汇聚整个天云大陆的气韵 上次恢复修为突破 我将成为第二个灵霄 你们上张仙界想要做什么 事关我上张仙界万年谋划 怎么能让你们把消息传回仙界 那个所谓士魂摩尊 是你们上张仙界释放培养出来的 你利用我们秉除外力干扰 让他有机会统一整个天云大陆 你们上张仙界就不怕反噬吗 不过是陛下养的一条狗而已 有什么好怕的 等他统一整个天云大陆 有他帮助 自然能帮我更快拿到灵霄仙界的传承 几位在这多待一段时间吧 我会好好招待你们的 你们上张仙界只算会受到报应的 等我回到仙界 必将此事通报其他仙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